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 最新这澳洲四大银行之一的澳新银行 发布了最新的财报 它的利润超过了70亿澳元 但为何股价却在当天依然是暴跌3% 那么熟悉澳洲股市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作为澳洲股市里面市值最大的一个板块 金融板块 一直以来就是澳洲传统投资者 尤其是养老金 最为追捧的股票 虽然他们没有像那些小的矿业公司一样 一天上30% 一周可以翻倍 这样的神话不可能出现 但是凭借着强大的垄断门槛 以及非常高的股息派发率 澳洲的四大银行一直以来 都保持着比较稳定的现金回报 那么截止上周五 四家银行中两家 联邦银行和西泰 分别发布了他们上一个财年的经济数据 一家联邦银行利润是超过了百亿澳元 西泰银行的利润也超过了70亿澳元 那在本周 澳新银行和国民银行也将会各自公布他们的财报数据 那么在本周一 澳新银行是率先公布的财报中显示 他们全年的现金利润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 达到创纪录的74亿澳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4% 那么按照利润贡献率的排名来说的话 其中对于利润贡献最大的主要是得益于 他们向大型公司提供的多元化的机构业务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说到的大型商业银行贷款 那么另一方面在传统的普通人的房贷业务中 则受到了来自市场里面其他商家 换句话说就是其他银行 他们强烈的竞争 所以与其财报一起发布的 是澳新银行最新的股息派发率 这次他们提高了下半年的股息派发 达到每一股发94分澳币 加上上半年的81分 全年每一股分红达到了1.75澳元 按照现在股价大约是24澳元一股 反算的话 这个股息派发率达到惊人的7% 但是又要但是了 即使ANZ也就是澳新银行赚的钱超过70亿澳币 而且股息派发超过了7% 这是非常高的 但是他在股价在财报发布之后 居然下跌了3%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难道是哪一个买家出现了乌龙 只不小心点错了呢 肯定不是 那么其股价下跌的根本原因 就是市场觉得有问题 那当然了 我们接下来讨论的几个猜测呢 其实也是我个人的推测而已 因为毕竟市场上这么多的买家和卖家 他们到底怎么想的 也没有人可以统计出 到底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呢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 第一就是最大的问题 市场觉得 ANZ澳新银行赚的还不够多 虽然他们全年去年一共赚了是74亿澳币 但是根据联邦和西泰的数据 那么之前的分析师呢 访问了市场中几个著名的专家学者 大家给出了一个平均的数字 这个数字就成为了所有交易者和市场来衡量的参考 这个参考数据呢 就是说平均数大约猜测是在76到79亿澳币才算合理 所以任何低于76亿的数据 就可以说是低于了市场的预期 也就是说呢 你父母觉得你可以考95分 结果你只考了90分 虽然也不错 但是呢还是会被挨骂 就是这个道理 那你如果要是随便找一个人说那个数字 那可能我们就说他是拍脑袋乱想 但是如果你找一大群很有知名度的人 大家都说不同的数字 然后你再把它胡把胡把 然后搞一个平均值 这个数字就成为市场的看法 你觉得是不是有点搞笑 那除了赚钱不够以外呢 市场对于澳新银行另一个不满意的点 就是当然也是猜浪 裁员裁的还不够多 也就是开支降低的幅度还不够狠 那么相比于联邦银行和西太银行两家 他们当时在发布财报的时候 同时发布 一家裁员超过1000人 一家裁员超过700人 这一次澳新银行呢 和财报一起发布的裁员名单 只有不到80人 当然他之前也有一定的裁员了 但是你的竞争对手 在之前发布的时候 一个是裁1000 一个是裁700 你现在才60和80 你这磨磨叽叽的 是不是就是不愿意降低成本呢 市场可能会有这么个想法 当然说到这里 我说一个题外话 可能大家看到 澳新银行赚了74个亿 还裁员 一定是觉得资本家 怎么那么没有人性 其实并不然 那么作为金融行业的就业人员 我本人知道 在过去三年的疫情中 我非常清楚地看到四大银行 为了满足当时澳洲政府 以及之前有一个叫做皇家委员会 所要求的银行中的反洗钱法案 以及要维护客户最大利益 等等等等一些冠冕堂皇的条例 导致每一家银行在疫情时期都增加 在反洗钱合规部门和法务部门 至少每家增加了1000名员工 而且是在短时间之内增加 1000人啊 大家知道 这1000人要是放在其他国家 可能问题不大 但是澳洲的人本来就不多 疫情那个时候又没有外国人过了 这个时候要在短期内招1000个人 以达到委员会的要求 那么他们就必须以超出市场正常价格 至少30%的水平去挖人 这就直接导致呢 疫情三年中 金融特别是银行从业人员水涨船高 纷纷提高薪资要求 当然了 你既然当时是属于紧急情况 那为了满足需要临时找人 那么在满足了委员会的要求之后 两年之后 现在四大银行再次把重心转到什么呢 赚钱是第一目标 那么这个时候你说 每家银行当时招聘来花了那么多钱 那么多冤枉钱招来的人薪水这么高 又不能直接产生利润 是不是就会成为了第一个要被去掉的目标 我们说呢 自由市场经济 既然当时别人高于行价30%来找你 你也要做好随时有可能被裁掉的风险 毕竟我们知道呢 在金融行业中 第一条原则就是呢 高风险高回报 你要高回报 自然风险也会高 那么除了赚钱不多 财源不够 这两条信息之外 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导致 澳新银行的股价出现大跌呢 那就是潜在的大环境问题了 这次澳新银行CEO在之后的当时的财报发言中说到 在过去一年中连续加息十次以后 澳新银行每100万房贷客户里面 只有不到2000个人出现了 这个还款难 找银行帮忙 其比例呢 甚至于低于了0.2% 这个比例是低于了几乎所有贷款可以允许的坏账比例 但是他也承认 澳新银行在未来12个月将会预留出更多的坏账额度 来为潜在出现的问题做好准备 什么意思呢 就是会觉得未来出现问题的人会越来越多 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本周一同一天 当时澳洲央行的代理行长 在公开场合呢 发言说到 澳洲未来控制通胀的道路可能会更加颠簸 他用到了一个英文词叫做bumpy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开车过减速带的时候 会那么弹一下弹一下这个意思 那么用在控制物价的道路上 他说会弹一下弹一下 这潜台词呢 就是说也许加息并不像大家想的 一路下跌 会随时都有反弹 那么根据现在的预测 最新的预测 澳洲央行原本设想的是2024年的时候 基本控制通胀回到2%的目标 现在无法实现了 最新的预测已经把这个时间拖延至2025年 年底 基本实现通胀回到2% 整整延迟了12个月 我们就按好一点的情况来设想 如果通胀一直很高 比预期晚下去12个月 那也就意味着原本降息的周期时间表 也会同步延迟 所以换句话说 现在的高利息维持的时间将会比以前来的更长久 这还是往好的地方想 那如果稍微现实一点 或者说稍微不好的地方 举个例子 和澳洲情况很相似的欧洲的国家是挪威 挪威的房贷几乎90%都是浮动利息 澳洲的房贷平均80%是浮动利息 在美国反而60%以上的房贷 都是10年以上的固定利率 所以美国那边加息对于老百姓还房贷的影响 是远远小于了澳洲和欧洲 因此美国虽然加息加得更猛更直接 但是它对百姓生活的影响较小 所以它的效果很好 相比之下澳洲和挪威就惨了 关键是现在挪威官方的利息和澳洲是一样的 他们当时都是加息加了4.25% 但是挪威是发达国家中几乎第一个开始加息 它第一次加息时间是在2021年的下半年 对比澳洲2022年上半年整整早了半年 但是又来但是 挪威本来是以为通胀已经下去了 结果上个月它又反弹了 所以现在挪威会再次考虑重新加息 这个情况也许可能 大概也会出现在澳洲6个月之后 所以未来长期如果保持在较高的利率水平 那对于商业活动啊 消费活动无疑都是不利的 那么最终这些呢 也会影响到整体经济的变慢 这次澳金银行股价的下跌 并非仅仅是因为赚钱不够或者是裁员不够 更多其实呢是由于时机不好 如果它早发布两周 澳洲央行还没有加息 澳洲央行也没有说出降低通胀要延迟12个月这种话 那么投资者还不会像这个星期那么担心 但是呢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多的可视 目前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 高利息环境或许会持续的时间要更长 但是同样的高利息也意味着 银行的利息差利润会保持更长时间 所以对于那些银行来说 潜在的利息差产生的利润也会保持的更久 再加上明年澳洲还有30万移民 所以澳洲的经济现在就搞成了一个叫做港式动鸳鸯 啥意思呢 一边呢是高利息在不断降温 一边又是源源不断的新增人口 在带来额外的消费和住宿要求 最后很有可能就变成一个乱七八糟的局面 什么局面呢 这个经济呢看似好又好不起来 物价呢长期跌又跌不下去 看上去都是阴天 但只有房租和房价还在不断上涨 你说这样的局面应该怎么来处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对于澳洲银行股 以及现在经济情况的一些短期分析 那么欢迎点赞收藏和转发 我是迈克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和转发